大家好 我是哲伟 欢迎来到第二堂介绍线上写作的地图工具的课程 这个段落要来介绍Awarecent Table的地图工具 也是一样请大家到这个共笔页面 特别选到第二堂课的页面中 滑鼠往下移动到Awarecent Table的段落 目前编号是工具3 到这个段落之后 这一段的话会带大家一步一步制作一个 以Sprish为后台 Google线上试图表为后台的资料集 用这个资料集里面的精度 纬度的栏位 把这些资料定位到地图上面 我这边会先以另外一个资料主题来做demo 我是预计用台南餐饮的店家 那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一次讲师示范作业的实际内容 所以我先带大家看一下在左手边这边 有一个导览列是讲师示范交作业的页面 点选它之后会到了我们不同课程的讲师 帮大家示范说这些作业大概怎么缴交 那我们到第二堂课的区段中 在这里呢 我这边有先一些描述了 主要这一次作业是 第一个是要先创建一个资料地图 那第二个部分是要描述这个资料地图 你要怎么样跟别人协作 那我这一次也就使用LOSM Table来示范交作业的部分 那我因为我预计要做的资料主题 这个资料地图呢叫做台南餐饮地图 所以我就使用了台南餐饮店家的资料 那关于要怎么样查到你关心的资料景 可以回去看第一堂课会介绍一些国内的资料平台 那你用关键字的方式应该可以找到 那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也可以做一些提问 在各个平台上面做资料询问 好那所以我这边点选台南餐饮店家的资料之后呢 会到这个页面上 那我们可以初步观察一下这个是一个CSV档案 那关于CSV这个格式的一些详细介绍 也可以参考第一堂课 或者第一堂课的共笔文件里面 都有这个CSV的这个格式的一些基本介绍 好那其实这个栏位在整个页面上 你可以看到它的栏位有帮大家呈现给大家 所以你在画面上就会看到 在一些ID name名称或者summary简介 其中呢会有一个精度纬度 这两个栏位 精度纬度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会需要用来定位的 好那大致上在栏位的呈现上 你有观察到这两个栏位标头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档案下载下来 按这个CSV的下载 所以一般来说在浏览器这边 你会看到一个下载档案 好那因为我们也是要把它打开来看看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建议大家使用 Spreadsheet的试算表 所以你登入一个你的Google账号之后 你可以到你的云端硬碟的区域 在这个云端硬碟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拖替你刚才下载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目前就已经上传到云端一碟中 那点击两下的话可以看到 这个它基本的一些档案的预览模式 那这边有一个选择开启工具 那这可以直接点选试算表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CSV的格式 那对应CSV格式呢 可以用Google试算表来打开 当然在预览画面上你也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大概的样子 例如说这个ID有一栏 像这边就是我们比较关键的进度维度的栏位 好那我们点选试算表把它打开 好那目前就是用Google试算表 把这个CSV的格式的档案打开来 那接续我们就要使用AvorsionTable这个算是外挂工具 外挂程式 Google spreadsheet的一个外挂程式来处理这个资料机 并且要把它mapping在地图上面 呈现在地图上面 好那我们就到这个AvorsionTable的官网 官网连接你也可以在那个共笔文件里面看到 在第二堂课的共笔文件 工具介绍3AvorsionTable这边我们有附了它的官网 点击进去之后你会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官网的平台 这边也有一个Dashboard 你可以直接点选 在你已经登入了Google账号的条件之下呢 它会帮你直接打开用你的Google账号所开启的AvorsionTable的服务页面 好那因为这边有一个加号 那就表示说你想要新透过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地图 所以你按加号 点击加号之后呢 它会请你选择一个Spirit Suite 就是线上试算表作为这个资料来源 那你点选Select 点选之后它会开启一个界面 那它需要你帮它去指定说是要用哪一个试算表的资料来源 好那因为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个 我们刚才有上传了一个Shops这样的资料集 那我们就点选它按Select 那我们就先不做任何的调整 按Create 好这是目前它在还没有做任何调整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左手边这边它已经把资料读进来 也有呈现在这里 那不过其实好像没有看到地图的画面 所以在右手边这边有一些调整的样式的一个选项 那Motion Table它基本上有资料表的呈现方式 也有地图的呈现方式 所以我们要在一些选项上去调出 需要让它知道要用地图呈现 所以在右手边这些栏位里面呢 有一些箭头你都可以把它点开来 它下面都有一些子选项 举例来说我点击了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叫Visualization Type 就是视觉呈现的形态或样式 那你会看到现在是写一个Table 就比较接近试算表这种叫Table 那也有一些小箭头你点开来之后 例如说有Card 有Chart 还有第四个是叫Map 那还有第五个叫Map with Table 那你都可以选选看 假设我们先选选看Card 那点了不同的选项之后呢 这边也会开始跳出一个要储存你的选择 那我们就先按储存 所以这个是Card的模式 看起来它是比较直接的从ID 这个资料的ID的栏位 去变成这个Card的每一个呈现样式 好 那我们一样再来调 有没有其他的选项 例如说Map Map with Table 那我们按储存 好 目前是有看到一个地图的呈现 那下面有一些资料表 不过呢 这时候也可以看到 好像看起来没有把地图我们设想 因为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台南的坐标 所以反而没有看到坐标的出现 那到这个步骤呢 表示说我们还没有给让它知道 哪一个栏位叫精度 哪一个栏位叫纬度 所以它一时间是没有办法把它定位出来 好 那我们这部分要怎么样给它指定说 某一个特定的栏位就是精度 某一个特定的栏位就是纬度 那这部分呢 要请大家回到 我们的这个工具介绍3的段落 在这个段落里面呢 我们除了介绍它的一些特点 缺点之外呢 在这里地图样式的编辑方式说明 有一些代码 意思是说 我们刚才这个餐饮店家的CSV 的这个资料集 有很多的栏位 那Aversion Table呢 它需要使用者去指定 某一个栏位叫做精度 某一个栏位叫做纬度 那还有进一步说 像这个筛选的功能 有哪一些栏位 你是愿意让使用者在前台的页面 让使用者可以输入关键字做筛选 那或者是说你的资料栏位很多 那哪一些栏位你觉得 并不是有要提供给使用者看得到的 那也有这种 heathen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回到CSV 我们去给定哪些栏位要呈现 哪两个栏位是精度纬度 哪一些栏位不要呈现 那要给它一个代码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在画面上 这边选择这些代码的名称 因为这个用背的也不太好记得 就直接复制起来 好那我们目标就是要去修正这个CSV 所以我们要回到CSV档案的页面 我们已经上传了这个CSV 而且它已经变成Authentable的一个后台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指定哪一个栏位是精度 哪一个栏位是纬度 那这么多的栏位哪些要呈现 哪些不呈现 好那这部分呢就是Authentable它的一个算 那一个方式所以这部分要特别要记一下 它会针对在第二列的部分去做一些状态的指定 所以这时候会需要大家稍微记得说 我们要给这些代码要加在哪边 我们要记得是加在第二列 好所以我们第一列是这个标题 标头的这个栏位的标头名称 例如ID名称简介 那我们在它的下方清真一列 向下插入一列之后呢 就有一个空白列 那对于Authentable来说 它会读取这个第二列的代码 来知道说这个栏位它要不要呈现 这个栏位是不是精度 好那为了方便大家浏览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前面两列 把它固定下来 所以你可以点击这个查看 有第一个选项叫做冻结 那我们因为有两列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按两列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浏览其他资料的时候 这个前头两列其实就可以固定在上面 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复制很多的代码 所以我们可以来给予这些代码 那我们特别先来找到精度维度 依照这个资料集来说是K跟L 那K跟L的部分 我们在它的第二列 我们刚才提到Authentable会看这个第二列的代码 来知道说这个栏位的属性 所以我们点击下去之后 我们先把全部东西复制上去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是请大家都把一些描述文字复制了 所以这时候不会一时之间看不太懂这些英文所代表的意思 这部分当然中文字可能要请你删除掉 因为最后它并不是包含这个中文字作为它的代码 所以实际上精度它的代码的特征就是这个字串 那heathen的表示说精度部分我是没有希望它呈现在前面的页面 因为可能对使用者来说 这个120的数字并不是那么的必要 好那它的隔壁就是纬度 那我们把刚才一些跟纬度相关的字串把它留下来 剩下的我们先剪下 所以精度纬度的部分在第二列 我们让这个比较好视觉上比较好看得到 它的代码就会是在这里 no filter的意思是它并不是要让使用者筛选 那第二串就是它的这个是纬度 这个是精度然后heathen的意思是它并没有需要呈现在前台上面 好那其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这种代码 所以精度纬度这是比较关键 可以定位在地图上面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给了精纬度 我们就看看它是不是已经能够定位在地图上 那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一份这个shops所呈现的这个管控的awesome table的页面 那这边会有一个算是重新整理的refresh的按钮 你可以按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它我们已经给予这个精度纬度代码之后 它能否把它定位出来 那目前看画面上 本来刚才我们还没有给予精纬度的时候 就是就是并没有做标或并没有标示 那现在给予精纬度之后呢 它就会知道有特定的栏位是精度纬度 那它就很自动化的去读取这些位置 所以可以大致上看得出来都是在台南地区 也符合我们这个资料集的内容 我们任意点选一个 其实也可以大概看得出来 它这边会有一些联动 下面的这个资料表会做一些联动 好 所以在精度纬度的给予上 我们大概先完成了 那回到这个csv的档案 那因为这个部分呢 他们这个栏位 这个资料栏位有一个叫做行政区 那例如说台南的后币区 东山区或中西区等等 那我们假设使用者 会有这样 我想要找特定行政区的餐饮店家 那我们就希望 它会不会有一个筛选功能 我筛选呈现的一个正式功能这样 好 那我们刚才复制了很多的代码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对应到的 例如说 这个行政区 您是希望它 使用者透过的是关键字的方式来筛选 还是说它用选项的方式来筛选 在这里 那我会请教育用选项的方式 所以我们先留下来 留下来这个筛选的 好那一样我们把中文都删掉 好所以现在在行政区这个栏位有的第二列 我们给予这样的代码 让它去判断说 这个台南的行政区需要用筛选的方式 就是选项的方式让使用者去筛选 那一样我们就先到这个控管的图台这边 我们也是一样按重新整理 看看这个筛选的功能 大概在使用者视觉上会怎么样呈现 好一样这个地图因为都有给予经纬度 所以都可以看到在地图上面 那这边有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加号 跟district行政区这个栏位的标头 我们点选下去之后 你会可以看到它会跳出一些 呃就是包含行政区 资料里面已经有的行政区的选项 举例来说我可以在这边选安平区 那这时候呢地图它会联动的把 呃符合在district这个栏位里面 符合安平区的部分留下来 那这些操作其实使用者都可以执行 所以假设今天他要再多选一个山上区 好看起来是有点距离 但他也同时间都会一起呈现在画面上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给予这个行政区的栏位 它是一个选项化的筛选 那使用者就可以透过这些 呃筛选的机会去选择他想要呈现的资料 当然使用者如果要呃要重新整理 或者要看全部的资料 你就可以点选XX 把全部都打开来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呃有一些栏位 这个可能不是选项的筛选方式 我们可能会希望用关键字的查询方式 那我们回到CSE这边 呃例如说店名好了 像这个核心冰果部或者这个东山丫头 他可能使用者会用关键字查询的方式来找 那一样我们其实不同的代码里面还有两个还没有使用到 所以在这个指定该栏位为透过关键字的方式筛选 这一部分也有一个特定的代码 我们留下这个代码在这个名称的栏位上 所以一样在第二列里面名称的栏位 它其实是给予一个关键字查询的一个状态 那也是一样我们到这个控管的页面上 我们重新整理一次 我们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关键字查询的界面 好 所以在本来行政区筛选型的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旁边呢开始有一个很像填 填入关键字的方式 那举例来说这个核心冰果铺 假设使用者贴这个核心这两个字 那这么多笔的资料他就很自动的话 把它剩下的是就是这个核心冰果铺的 冰果式的这样的资料 所以使用者就可以借由这个筛选去查你指定的 我们现在指定这个是店家的名称的核位 可以让使用者来做关键字查询 那使用者只要很简单的把关键字删掉 那就会回到全部资料都呈现的样式 那我们最后一个代码还没有使用的 就会是这个hidden 就不想要呈现的东西 那这边呢 例如说这个资料集本身的 例如说A栏位跟B栏位 其实都比较 对使用者来说没有那么必要 A栏位是这个流水号的ID 那B栏位是语文 那个语言 那基本上就对使用者来说应该是还好的字 都并不是那么关键的属性 那我们就给予这个hidden 那整个csv 其实资料是比较多的 所以像这个 还有这个J栏位是传真 我自己判断是也可以先不用 那还有像 这个有一些栏位 其实 就比较没有需要 我们都可以把它给予这个hidden之后 它在前台就比较不会占掉这么多的版面 那我刚才也看到了有一个栏位是地址 那地址我也会希望它可以用关键字去查询 所以我复制了关键字查询的这个代码 到地址这个栏位 给予这个状态的指定 那其他这些像开 现在营业时间啊简介 好像都还蛮可以去呈现给使用者 那我就 在第二列指定的状态 这一部分的工作就结束 那我们一样回到这个 地图的控管页面 按一下重新整理 好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 名称的部分有关键字可以查询 行政区的部分有选项化的方式去查询 那地址的部分也可以有关键字去查 好 那这个时候这边 所以在狀态 栏位的状态指定上大概已经完成了 那使用者大概大致上看到的样态也是这样子 好 那这边还有一些 直选项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你可以自己去决定要不要调整 例如说在这个 呈现的样式的部分呢 它这边有个数字叫 Number of item 就说 这个页面是使用者会看到的页面 那你会希望他一次看到实物笔资料 还是说我只要看一笔资料 假设我现在选一笔资料然后做储存 那其实就只会呈现一笔资料 那这当然就是一个可以调控的 15笔就是如果你一直呈现100笔 其实使用者也不会看到最下面 所以一般他预设是给你15笔 然后这边有一个地图的高度 那所以假设今天你觉得地图要在高 再大一点 那其实再高一点 版型再多一点 那其实都可以在这边调整这个数字 那我还是调回到每一个页面 可以呈现15笔的方案 那这部分 我们大概设定上就完成了 那这边呢 那这就有一个眼睛的选项 那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去看大概你的 整个这样的设定样式之后 使用者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好 所以这个就是使用者借由你这个后台资料 还有加上Ocean Table的地图模式 就是看到的一个这样的资料视觉化的呈现 那他就可以在这边输入 特定栏位可以用关键字查询 或者用选项化的方式去勾选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街景 所以使用者呢 他也可以直接到他想要查找的地方 好那假设这边现在是善化区的一个街道 那也有一个他呈现在地图上的点位 所以他也可以在这边拖曳 这个街景的小的icon到这个位置 去呈现 显示 这附近的一个街景 方便他去确认 好那这边其实也有这个坐标的位置 所以可以辅助他实际上 到底是在这条路的北边还是南边 这些进一步的辅助 那他也可以去切换卫星的底图 或者是一般常见的地图的底图 那到这边呢 我们其实就完成这个线上地图的成果了 那我们回到要交作业的情境 我们就复制这个 以view作为结尾的这个网址 我们回到这个作业区 在这个 我现在是以讲师示范交作业的 这个页面来做展示 当然你应该是有自己的作业页面 所以你回到你的作业页面 特别在第二堂课 介绍 线上写作地图的部分呢 因为我的 对于这个作业 我希望做一个台南餐饮地图 所以我就贴上这个 Everson Table的网址 那到时候讲师呢 那就可以来你的作业区 看一下你所建立的这个成果 那这部分也可以看到 我已经有一些描述了 那也期待大家在地图建构之后的 你稍微解释一下 例如说你的资料 使用的资料来源 那因为我是用使用Everson Table 作为这个工具 所以如果您也是使用这个工具的话 也会希望你提供它的后台 Spirit Suite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CSV上传之后的 档案的连结 那我们就去找一下这个连结 我们贴到刚才的作业区域 那这边是我顺着说 因为我其实在查询餐饮资料集的时候 也有查到像是低碳餐厅的资料 或者餐饮卫生优良店家的资料 那虽然还没有进行到这个阶段 但是会希望把这些资料都一起整合 这样子资料会比较丰富 所以我这边有自己注解一下 进一步的工作事项 那其实作业二 就刚才作业一的部分 是建立一个资料地图 那我们的作业二就会希望 你去回答这个资料地图 在协作的部分 你有什么样的构想 那这一部分除了用文字描述之外 也有一些选项 你就要开始记得去调整 实际上来说像 我希望这个餐饮地图 是可以跟别人写作的 那我使用的就会是 偶尔森table 所以他别的参与者要怎么写作呢 其实应该就会是 在我目前这边的描述 我会希望透过 把你的CSV spreadsheet的 线上资料表来写作 那这个线上资料表来写作 它当然就要有一些设定 所以我们可以回到 这个线上资料表这边 这个共用的选项 就要把它打开来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跟 常见的Google云端的资料文件 本身有一些全线控管 所以你可以在 打开这个共用的按钮之后呢 这边当然有一些选项 因为我会希望 是不特定的对象都可以写作 那我在这边就按下 当这个可以取得这个连结的人 那你会希望他只能看吗 还是说可以去加注或者编辑 那我的设想是可以直接做编辑 所以我就选择编辑 那我这边按完成 所以这个网址 对于有这个网址的其他的协作者 他就可以进到这个网址去编辑 所以我要新增一个 这边没有的店家 或者有些店家的地址 或者电话有更新了 他也可以来做调整 那这边的调整 当然就会自动化的呈现在 在刚才Aversion Table的画面上面 把你资料的更新上 那其实Aversion Table 还有一种协作的情境 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 哪些选项可以让使用者去查询 哪些选项 哪些栏位是可以用勾选的 这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协作的层次 所以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你按这个Edit 会回到我们刚才 比较经常使用的这个地图控管的界面 在这个界面中 假设今天有另外一位 你也比较认识的社群参与者 想要共同去 有点像是管理者的角色 一起来调整这些地图样式 那在这边滑鼠上面 除了我们刚才refresh的按钮 然后公开浏览的网址 第三个呢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像是 跟别人协作的一个符号 点击进去之后呢 第一个大部分它会提供的 就是这个可浏览的网址 在第二部分 这有一个Edit 就是说有这个连结的人 他就可以来编辑 那我们一样可以复制这个可编辑的网址 回到我们佼佼作业的页面中 那除了这个协作 一部分是在资料本身的更新的协作之外 我这边新增一个地图设计的协作 好 那它的网址 就会是我们刚才复制的 这个Edit的网址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这个 这份作业在完成的样子 所以在第二堂课 创立这个资料地图的部分呢 我们也有提供了 我们刚才已经创立的台南餐饮店 加地图的Everson Table的网址 那做一些描述 例如说使用的资料来源 然后这个Everson Table后台的 Special网址 我也有提供在页面上 那有一些延伸的工作事项 我也用描述的方式先做一些记录 那关于协作的部分呢 我的设定是 这个专案是可以跟别人协作的 所以也有一种协作是 大家一起来维护资料集本身 我在线上Spirit Suite 来做修改 那地图样式 例如说 这些栏位能不能被筛选 如何做配置 这个也可以来协作 所以我附上了这个可协作的网址 那一般来说 点击进这个网址之后 会送出一些编辑权限的申请 那对我来说 我就可以去确认 想要跟我协作的人 是不是我认识的社群朋友 那或者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再确认对方的角色跟身份 那OK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 两三个社群朋友 一起来 控管这个地图的样式 好 那我们这部分的操作介绍 就差不多 那我们还是回到 第二堂课的 共笔的页面 大概帮大家简单 回顾一下 Awashing Table 一些特点 到这个段落 工具3 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附上的是 Awashing Table的官网 的网址 那它因为是用Google的账号 做一个登入 所以你登入Google账号之后 就可以使用它的相关的服务 除了我们今天 刚影片介绍的 这个餐饮店家的demo过程之外 你也可以当然点开 这个以民间标注 确认者足迹的一个案例 来做一些使用 那我这边也归纳一些它的特点 Awashing Table 其实它的优点在于 它是用Splash 作为资料集 作为它的后台 那使用者只要打开 你的地图页面 它会自动去更新 这一支资料的内容 所以等于是你在 Splash 里面调整的东西 使用者只要 首次打开这个页面 都可以看到最新的资料 那第二个优点是 它有提供筛选器 所以刚才有两种筛选 一种是输入关键字 去查特定的栏位 那第二个是用选项化的 例如刚才这个行政区 它可以选择 这个安平区 或者什么什么区 来做相对应的呈现 那优点第三个呢 其实我们刚才有介绍 它也可以直接 让使用者放这个街景的服务 那在街景服务里面 那个地理坐标 也会呈现在街景的这个景象中 这里其实是 比Google Mind Map 还要优点的部分 因为Google Mind Map 并不支援 放入街景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不过缺点的部分呢 我这边也提供两个提醒 例如说你要呈现 线形的资料 或面状的资料 那偶尔森table 就没有办法支援 那第二部分是 它比较不是图层的概念 并不是图层 一层一层的开关 这一部分就跟 Google Mind Map 比较不一样 Google Mind Map 它其实就有图层 有十个图层可以使用 但是偶尔森table 是一个资料集 那提供筛选 提供视觉化呈现 所以在两者的呃 呃呈现的特性 是不太一样的 那比较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使用 Oversontable的时候 你需要给予 第二列 那个资料集的第二列 要给予 每一个栏位的特定文字代码 它才会知道 某一个特定栏位 代表的是精度 某一个特定栏位 代表的是维度 那或者刚才提到 哪一个栏位 可以让使用者 用关键字的方式查询 哪一些栏位 是用选项的方式 去做筛选 哪些栏位 你不太希望呈现给使用者 这些都有对应的 这个英文字 所以 这部分呢 就需要 我目前是列在这个 共笔文件 那当然大家使用情境上 应该不用强记这些 英文词 而是需要的时候 最后再来这边复制这一串文字 到对应的这个栏位去做贴选 那关于地图的调整的样式 我们也稍微再提醒一下 在整个空管的页面中 在很多的选项 你是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例如说 这个页面要不要呈现多少的资料比数 地图要多高 那或者是 只要地图呢 还是地图加上这个资料表 这些其实都可以 是请大家去调整一下 看看你的这个呈现目的跟方向 是不是他可以支援 那以上就是我们介绍 Ocean Table的操作的细节